嗨,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屏幕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了,来对于重庆罗小虎,对战广州小孩,这场比赛是卡彭杯预选赛啊,门票争者战,第三战的决赛了,冠军可以获得年底总决赛,卡彭杯总决赛的门票, 门西西看来第一分的争夺,罗小虎用的是春丽对战小孩的维加将军,刚下来双方的拼墙是非常凶猛的,你看体力上很接近了,罗小虎在板边被这小孩骗到一个防守,好了,骗到了,成功了,罗小虎直接有轻功掌打一个血反,好,夏中全直接追加,哇,这套派生真的很强啊,拿下敌灯了, 罗小虎刚刚是前面淘汰了村肉,让二追三啊,很强啊,中国最强春丽就是他目前啊,中国大陆地区最强春丽,下中角直接再打一套去反,好的,吹飞,反边之后消耗自己所有的斗气资源了,小孩这里已经血量被干掉一半血,但是维加的伤害输出是非常恐怖的,三拳两脚, 看见没有,双方体力再次逆转了,小孩再次给体力,他对方一投击,二连头了,再来个,呵呵呵呵呵,不呆,三连头 OK,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中,来看看接下来的小虎,对待小孩 双方同样都是三条气啊,这个紧张压制很关键的,金房的小孩OB穿,哇,不得不说,小虎这个反应非常在线 小孩在空中做两则,好了,还是剪刀脚偷袭下,不好使 时间还有75秒,一切极有可能,对于他们二人而言,气功长再牵制地方的绿冲偷袭 好,剪刀脚强招成功,反面压制一旦形成,那么对于春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小孩在作为一个试探,哎,就这立回,哎哟,这绿冲被小虎再次当破练了 操杀对家,好,继续压制,哎哟 小虎感觉有点紧张,小孩开始发迹自己的反击了 第一分是谁的,比赛规则抢分啊 谁赢了,谁就是冠军,小孩拿到第一分 OK,让我回到比赛中,现在是罗小虎对战小孩 小虎用的是纯粒对战小孩的维加将军 这一向来小虎再次发起猛击,把对方灌到了板边 嗯,这不压制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想跑,摸一下屁股 双方再次关边对决 这个柴头再次让双方重新在板中 进行新的一轮对决了,没有斗气的春莉很危险 因为,哇,起身就是欧地天成脚,刚刚好都起回来 还有五十多秒,小孩还不着急,毕竟时间 有这么冲突,马上他就两颗气了,春莉这个气功长是有距离的 但是这里他也不敢贸然的再次乱发布,哇,下中拳,确返对方一套带走了 小儿这个旅程被敌方狙击掉了,轻拳,木鸭,下轻角,太生了,放过去 这个前前下中拳,确实抢招比较优秀,防守就康头啊 哇,这赫小灾直接打到对方一个逆向 欧地板达利利沸沸,最佳 好强啊 重庆罗小虎,给小孩来了个三气臭皮杀机 打完臭,也是一一脚,还有一点残血 那就说,小孩这分要输,他还有个C的机会啊 他还有机会,小孩这边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对方体力也不是很多,只要他给他一个大破绽 车里在等着地方,地方也在等车里哦 你不动我不用,想抓,车里第一时间起跳 把展体想脱锅的 哦,小孩,弹雪翻盘了呀 这个下中拳堵到了,体现出小孩超强的插和能力 嗯,太选了,小虎也是啊,没想到,小孩抓机能力这么强 嗯,太选了,小虎也是啊,没想到,小孩抓机能力这么强 嗯,谁能拿下这一灯,很关键 想要拿下这灯,就抢到赛点局 小虎拿到这灯,可以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 好的,下中角划成雀板,一套带走了呀 清爽 好吧,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来看一下重庆的小虎这一战广州小孩这场比赛啊 现在时间是202309月23号,晚上10点半 这场冠军战,抢三谁赢了抢三,谁就是卡普红杯 中国大陆预选赛,第三战的冠军 哦,起身天生脚被小孩骗到了 小孩这灯赢的是干干净净啊,小虎一人急到了 各种嗷啊,嗷错了 那接下来这灯,来看看罗小虎能不能反败为胜 毕竟一边倒比赛,大家都是不喜欢看的 这种势军力的对局太好看嘛 炸人了,打到冠军赛了 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结束,是不是 把阐帖被对方抢头了,好了 反面压着开始,铝虫再砸一个头 罗小虎没反过来 没搞,也可能是啊 好,刚才那个确认出现失误了 连续确认失误了,那失误就要死啊 嗯,壮 小孩轻取了他 OK,现在是小孩的赛点 朋友们 时间来到2024年9月22日 晚上是一点钟了 这场比赛是小孩的赛点优势啊 谁赢了谁就冠军了 卡蓬佩 中国大陆 勇士赛 第三战 决赛 这个抢三局 关系的谁能够 拿到最后的 第三战冠军 小虎用春丽啊 第2战小孩的围加 好了,三边春丽开始板边压制 小吞拳打完之后 直接接摆裂 好,板边低红摆裂 直接再压制 显得小孩出不来了 小孩现在出来 好了,成功出来了 春丽现在斗气跟小孩 已经是差很多 但是春丽的体力不是很多了 小孩现在没斗气啊 哇,单发确认 这个复合呀 好强 小孩拿到赛点了 谁能够笑到最后 就看这一灯了 时间越来越紧了 对于 这场比赛 非常关键啊 堵了个欧地天生角 可惜啊 小孩没有上大 没乱凹 哇 刚刚在派生 成功的缓编 现在双方再次 哇 春丽这个中拳命中 之后马上确认 绿冲取消 那现在双方 再三个新的一轮博弈 没有斗气 哎呀,中拳打黑康了 想抓人 春丽不给他机会 三清拳直接带住 三气谁 管你漂泊拳 来吧 死不了 现在小孩 斗气没有 血量不是很多 有一个蹦放机会 但是 春丽也小心 地方超杀 果然 小孩等了好久了 就等你这个蹦放